好 大家好 我是Jokey 那我就繼續來講我們遊戲王的規則囉 GO 好了 那麼現在呢 我就是要來講一下我們的融合召喚和儀式召喚 跟我們的同步召喚 那我先來講一下我們的儀式召喚 我們的儀式召喚呢 通常都要有這一個儀式魔法卡 然後要滿足它的條件 像是我現在給大家看的這張圖片 這張效果就是要犧牲就是要到那個星數的牌 才能特殊召喚我們的混沌黑魔島 那再來呢 一般我們的儀式怪獸通常是藍色的 再來我接下來講的就是我們所謂的融合召喚 那我們的融合怪獸呢 就是是紫色的 那我們的融合怪獸要怎麼使用呢 就是要滿足它的條件 然後要讓場上的兩隻怪獸可以進行融合 那融合比較厲害的地方就是 一般你要解放召喚才能召喚出更高等級的怪獸 而且通常都要隔下一你的下一回合才能使用 那融合召喚的話不用等 就只要滿足條件就可以直接融合召喚 然後 但是我要先講 因為它是從你的耳外牌組出來的 那也就是說 我只能放在我的耳外怪獸格 那 但是當我這張是被敵人破壞掉 我用死者蘇醒 我可以從目的復活它 這個時候它已經不是從耳外怪獸區出來的 我就可以直接從 目的 放到普通的怪獸區 懂嗎 那 再來 就是 就是 一般的融合怪獸需要有一張魔法卡 叫做融合才能融合出這個融合怪獸 像是這兩張比較特別 它們是效果不需要直接 不需要用融合卡可以直接融合 那 滿足條件就可以丟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同步怪獸 那所謂的同步怪獸呢 通常 牌都是白色的 白底 那 要怎麼同步出我們的 這兩張高星的同步怪獸呢 我們需要有所謂的 協調怪獸 Juna Monster 就是我們的協調怪獸 那 我要如何協調出 這一張 假設我今天要協調出這一張七星的 七星的協調怪獸 那我就必須要有這一張 協調怪獸 兩顆星 我還有有一張五星的怪獸 總共是總共加起來是七顆星 那我就可以進行協調 七顆星的 協調怪獸 那一樣也是從額外排組出來的 額外怪獸區 那 那 協調怪獸一樣也是可以直接特招 所以他不需要等下一回合就可以直接特招 那 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那 之後後面還有幾個不一樣的召喚 還要等著你們下去去看 那就請期待下一集囉 掰掰 掰掰 哈哈哈 就這樣